尋求在女子自由車公路賽當中 二連霸了臺灣自由車一姐蕭美玉 出發之後雖然沒有辦法立刻取得有力位置 但在前三圈裡都保持在大集團中 依舊緊要領先集團 不過受限於天宇路華的情況 全部二三名車手的戰術都非常保守 雖然偶有突發性攻擊 但效果有限 所以在最後一圈衝刺前都呈現亂集團狀態 而始終保持在前十名的蕭美玉 則是用保留體力策略緊跟在領先集團後 打算在最拿手的競爭點前衝刺搶勝 結果在最後發力階段 還是呈現大隊人馬拼搶的局面 蕭美玉最終以三小時三 九秒三三的唯一秒差距 只排在第三 奪金連霸夢碎 只能通牌 雖然在公路賽未免失利 不過蕭美玉在繼全能賽奪金 團體真心賽 團體追逐賽 摘下兩桶之後 還是近仗的個人在人川亞運 獲得第四面獎牌 同時也是第三面銅牌 總共可獲得五百七十萬的國廣獎金 堪稱是今年人川亞運 中華代表隊的國手當中 收穫最豐收的女人 同時有三年紀四百五百七十萬的國手當中 是不是最豐收的女人 中華代表隊的國手當中 编長